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Oxygen Not Included 水養的第16集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那我們下次呢 成功把我們的衛浴設備蓋好囉 我們這邊有馬桶 高級馬桶 是不是免治馬桶呢 會噴水的 洗屁屁的 不知道 不過是馬桶 它的水水缸超大的 還蠻可愛的 然後沖水的扭在這裡 然後裡面還有衛生紙耶 怎麼這麼高級 這麼衛生 然後還有鎖門 可以鎖門囉 不像以前這個 哪個木板擋一擋就隨便上了嘛 這個真的可以沖水耶 會引水進來 把你下水了之後的東西呢 沖下去 是不是超酷的啊 然後還有小船戶耶 真的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這個 最重要的 我們淋浴界終於做好了 有這個美麗的臉蓬頭 還有水管 還可以調水溫嗎 不知道耶 不過我們人物終於可以洗澡了 真的好開心 那我想說我們的淋浴界 一間感覺有點少 還是我們再來做一間呢 看一下喔 嗯 哇這個 我突然發現如果我們要做一間的話 我們的乾淨水源要 繞一大圈過去耶 我的天啊 嗯 然後我們 再來蓋一間嗎 還是一間就夠了 我們先看一下喔 如果說一間就夠 那我們就一間就好了 如果一間不夠的話 那我們再增加吧 好那我想說這地方 我們是不是先來放些裝飾品呢 因為這地方好像裝潢石很糟糕耶 那我們這地方呢 先來放一個雕像吧 放在這裡 然後這裡我們再放個雕像喔 那如果未來我們這個地方 說要增加淋浴界的話 空間也還是足夠的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們再放一幅畫 然後這裡也是 然後洗澡的時候啊 還有上廁所的時候呢 可以觀賞美麗的畫作 保持好心情 是吧 好的 要去忙吧 那我們來開箱 我們家園圓還有哪裡刷改進嗎 這地方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把我們水庫的 水位往上吧 不是水位啦 其實我們水庫的場地往上 我很怕的是這個水位已經到這裡了 所以我們這地方把它蓋起來喔 然後這一格把它取消 這樣子假設我們的水位呢 如果再往上的話 我們都還是足夠的 其實如果啊 我們的水位真的不夠的話 真的往上提升到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排水孔 我們乾淨水源的排水孔 提升到這裡 其實要這裡 不過這樣子它會跟這個地方重點了 就變成說我們的 我們乾淨水的抽水機 一定要從這裡走了 從這邊行走 還是我們乾脆學把他改成那樣子啊 好馬來西之後需要的話 我們把這個排水孔 改到這裡吧 現在的水應該不需要 好對啊 因為目前呢 其實我們這地方水位還沒有往上嘛 假設啦 如果我們的乾淨水的水庫的水位 真的超過這個排水孔的話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抽水機這地方打掉 然後把水管呢 走向改成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進到我們的炸彈器 然後再通往我們的衛浴設備 然後我們的排水孔呢 我們的進水器透出來排水孔呢 就變成走這邊 然後走過來這裡 然後從這裡排出去了 變成這樣了 如果我們的水庫會那麼多嗎 因為水應該不至於會那麼高吧 應該是不至於啦 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那這邊我們的奶油可送也好了 這個我們把它掃下來 這裡 還有哪邊的食物掉下來嗎 現在是沒有了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家園目前的氧氣怎麼樣呢 氧氣都還是橙藍色耶 所以其實氧氣還蠻濃郁喔 好賺好賺賞 那我們看一下報報喔 我們報告呢 氧氣每天是-30公斤 每天我們消耗的是多過於我們生產的 可是我們氧氣其實還蠻濃的耶 有沒有 是切藍色的啊 可是要說明氧氣不足夠 不知道到底該相信誰 該相信爆表的還是相信我們看到的顏色呢 不知道耶 那目前我們的海藻生900公斤 然後我們的史萊姆2000多公斤 這個有在製造嗎 有 有嗎 有還是沒有 應該是有吧 沒有耶 他沒有在製造耶 為什麼 是因為沒有史萊姆嗎 嗯 還是沒電 沒電了 等一下我們的煤炭發酵機 怎麼沒有人來這邊放煤炭 大家有這麼忙嗎 喔 因為他說電池已經滿了所以他不用運作 你電池滿的話為什麼這一台沒有運作呢 還是有 一下好像沒有 現在說他沒有在運作可是現在變成有 到底有沒有啊 好吧 上進他 當作他有好了 那我們這個馬頭就是馬頭需要拆除呢 那我們先把這個喔 清一下 再拆除吧 我們先清理喔 先把他 不准他使用好了 兩個都是不准使用 然後我們再來清除吧 我們先禁止使用再清除 好 先來清一下喔 先來把這個禁止使用一下 有了嗎 有了 然後我們再來清吧 兩個廁所再清一下 把裡面的泥屋 全面累積的髒屋 還有各種 詭異的 呃 白色無法清掉嗎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拆掉了 我不敢直接拆 因為我怕說如果直接拆的話 這個藏洞就會隨地 隨地亂飄散 這感覺不太衛生 所以我們還是把裡面的髒筋 清了乾淨之後我們就把它拆除吧 那我們大家來看喔 誰會來清馬頭呢 奇怪的沒有人來耶 還是因為我不准他們使用 所以他們也不是清馬頭嗎 也許是 大家在忙什麼 嗯 我看一下大家在做什麼呢 這邊有個奶油可送了 那我把這個小起來 好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叫他們不要使用嗎 所以他們也不敢去清了 我猜測可能是個樣子吧 好吧 那你們就用吧 這把這個東西開氣囉 看會不會來這邊小廁所 我又晚上了 我這邊花也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招況之邦 這邊稍微綠一點點了 一點點 希望他們洗澡的時候 心情也開心一點咯 好吧 那就明天我們再拆 我們就去廁所咯 要睡覺咯 晚安吧 好 有了嗎 有人來清廁所咯 哇這個 臉 臉超臭的 不想清廁所嗎 聽到辛苦咯 辛苦咯 辛苦咯 把這個就是馬桶清乾淨 我們就可以把它拆除咯 以後再也不是要清理這個咯 加油加油 把我們黑力來清除咯 哇這個馬桶通好久咯 果然是成年累積的 不夠嗎 好快我們又可以接受咯 有了快清乾淨咯 差一點點 好那麼廁所應該是清理好咯 應該是 那我們拆除咯 這個拆除 然後這個也是 來 拆吧 後部刷就廁所了 以後心裡就好了 太棒咯 好我拆掉了 哇什麼東西 泥土 這個泥土真的是好的嗎 這個什麼 一般泥土咯 好代表我們這個廁所清理很乾淨嗎 可能是吧 哇 我們的風在衝走咯 怎麼那麼好啊 所以感覺我們其實 淋一間一間暫時夠了 小太多間 那我們慢慢把我們的畫作給他拆掉吧 換成好的 那這幅換我們把它拆掉咯 然後他哪裏方說要拆呢 這幅也是把它拆掉 我把它拆掉之後 你再換成更高級的畫作 這幅也是把它拆掉 然後看一下狀況值 這邊超綠 這邊呢 這邊有點醜 然後這裏還可以 至少我們人活動範圍要好看啦 好那這地方我們再放一幅喔 這邊有睡覺的地方 這邊我們再放一幅畫吧 在這裏 然後這裏我們也放一幅 然後我們剛剛拆除了這地方 我們也放一幅 哇這地方好醜喔 這邊我們乾脆放浪幅畫吧 讓它漂亮一點 然後這地方呢 感覺暫時不需要 那這裏我們再放一幅嗎 這邊 還是這邊放一個雕像呢 好那我們直接放個雕像 放在這裏 然後還有其他地方需要嗎 這個地方有點醜 這地方我們也放個雕像喔 在這裏 我們把雜魚弄漂亮一點 那我在想啊 我們需要挖個孔道 專門收集我們的二氧化碳呢 在這裏 挖一條孔道 然後把二氧化碳引到某處 不過如果這裏我們挖開的話呢 就會影響這裏的冷凍環境喔 因為這裏是零下二十度 如果我們挖開的話 這邊的冰水會全部融化 然後這邊的冰水呢 會往下流到這裏耶 所以假設如果我們運用這裏的水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抽到這裏 真的是個大工程 因為如果我們這裏 放綁埔的話呢 我們還要把我們電線 電線結到這裏耶 所以其實真的還蠻遠的喔 嗯 哇這邊有超多受污染水喔 所以如果水源不足夠的話 這裏是以大水的來源 然後這邊還有好多史萊姆 它就浪浪的耶 是嗎 金的合金 好美喔 這裏都是史萊姆喔 哇這裏方超多受污染水 還是我們要把這個受污染水引過來呢 引到這裏 嗯 好目前我們還在是不是需要 如果需要的話就把引過來吧 這裏方也有超多受污染水 然後這裏有蘆葦 還是我們來做衣服來船呢 感覺是個好主意耶 然後來開箱 假設我們要做衣服的話 這裏方有織布工廠可以蓋在這裏 如果我們要做衣服的話呢 我們織布工廠放哪裏呢 我們放在這裏嗎 可能放這裏吧 或是放這裏 我們織布工廠 感覺放這裏也可以耶 那我們往這邊拓展 然後蓋工廠 可以造多大 嗯 哇這麼大 四個寬 好那我們是不是往這邊拓展呢 這裏方我們再挖開 挖到這裏 挖 挖帳 然後這邊藏呢 換成藏壁 我們換成 墻 然後用個門 用個門 用個門吧 擋起來 用一個完全秘密的門 好這裏方的擋起來喔 然後這裏方呢 我們用磚塊吧 替代 我們用什麼磚塊呢 我們用一半殺眼就好吧 就我們一次來 這樣我們這個區域呢 就可以拿來放我們的喔 製布工廠囉 所以首先呢 這裏方說要打掉 他們才走著過去 這兩個打掉 好 哇 超快我們Yuki的洗澡喔 對啊 真的趕著淋浴間 其實一間還滿足夠的 好 幸好沒有蓋兩間 那這邊一開始打通囉 我們把這道挖開 然後蓋我們製布工廠 我們可以試著 給我們人物們 做衣服穿喔 太棒了 大家同一件衣服穿了72天 是不是很期待新衣服呢 我也超期待的 哇 這地方都是沙子耶 所以沙子掉下來了 好也不錯喔 因為其實我們還滿需要沙子 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過濾啊 過濾水 還有過濾空氣 都需要沙子 這裡掉下來耶 超多的喔 還是把乾脆把這地方打通呢 這裡 不過其實暫時不需要耶 那這地方我們把圍起來嗎 這地方乾脆把打通嗎 有點想打通 有點不想 如果要打通的話呢 我們就從下面這邊打通 這裡他走不過去 原來再是不理他吧 就 就這樣 就這樣 好醜喔 嗯 哇等一下 這地方我怎麼用成這個磚塊了啊 那我這個用錯了 我換成完全阻隔的磚塊 這個用錯了 把這弄掉吧 這個也是 這個用錯了 外面那麼臭 怎麼可以不擋住呢 我們用沙眼呢 把毒刺來 還有這個也是 然後這裡呢 很可惜他們蓋不到 REC蓋天花板 然後這地方呢 用個密閉門 在這裡 然後這裡呢 我們用通氣的磚塊喔 因為這地方呢 也會產生空氣污染嘛 我們的織布工廠 一定會有空氣污染 所以我們統一把 掌控器的地方呢 集中在這區 所以這裡呢 我們挖一個孔 還有這裡也是挖一個孔 希望能把掌控器呢 往下排 那我們這個地方 是不是乾脆打通呢 這邊我們蓋個樓梯 然後這個我們弄掉 到時候這地方 沒蓋個樓梯 乾脆把它打通吧 這樣比較方便 好 有人來蓋了嗎 有囉 Yuki來弄了 這地方挖掉 這地方用樓梯 這樣他們可以直接 從這地方走過來 或是從這裡走都可以 然後我們再試試 看看我們的織布工廠吧 在這邊 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好 放到這裡 那我們這支織布工廠呢 一定要接電 那我們把電線接下來喔 我們一樣接種馬樹的 從這邊 接過來 然後把它接到這裡 再給它插插頭 這樣就這樣囉 來 大家辛苦吧 加油 這樣可以穿新衣服了 超期待的 不知道織布工廠需要什麼材料呢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吧 我們先把這些東西蓋下來 然後我們再來使用囉 而且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挖開之後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走過來這裡 拿史萊姆 這邊還有現成的一些海藻 那我們這邊來挖一些吧 這裡 我們把它挖開 然後拿回來使用囉 那在我們蓋了我們的織布工廠的同時呢 我們來看一下煤炭發電機喔 到底消耗多少煤炭 嗯 它消耗多少呢 它就寫說它每秒產生40顆的二氧化碳 那消耗多少煤炭呢 它沒有長欸 看一下喔 這邊有血嗎 這邊沒血 這邊呢 喔這邊有血喔 就寫說它目前存放450公斤煤炭 所以它煤炭真的吃超多 感覺這台啊 其實跟這台有點像 可是它可以產生很多電啊 產生很多氧氣 可是呢 它們都是非常消耗能源的 有種引薦直克的樣子 所以這台還是叫勇士基因欸 那我想啊 這台我把設定成能 如果低於50%電力呢 我們再使用這台 那如果高於50%的呢 我們就能力發電怎麼樣呢 這台我們收 60的話 這個收50 55 好 這樣 所以如果人力發電忙不過來的時候呢 我們再用這台囉 好 怎麼了 哇 Yuki生病了 天啊 他說Yuki在有毒的環境下 待太久了 所以他生病了 所以呢 他下身體會發臭 這個名字真的是有點 有點不文雅吧 這個疾病名稱 好 我們就不要長期說明了 那怎麼辦呢 哇 最近Yuki在哪裡都帶臭味 天啊 我們就是要來蓋個醫療中心啊 感覺醫療中心可能比我們的 直不公常來的更加緊迫了 後來看一下我們來蓋個醫療中心吧 我們的醫療中心要蓋在哪裡呢 蓋在 這一區怎麼樣呢 這裡 感覺蠻適合的欸 還是蓋這裡也可以 不過這地方二老環它是要有點濃 我們比較希望他們在這地方呢 能不能好好地呼吸 應該還好吧 旁邊就海藻缸欸 好 那我們就是來蓋一個 我看一下 那我們就是來蓋一個 醫療場呢 蓋這邊 這樣他能好好呼吸嗎 超擔心的 還是我們蓋這邊 要不我們蓋這邊吧 這邊我們蓋一個醫療場 在 這不用插電吧 那我應該不用 你看到這地方有一個插頭 突然上插電 我們醫療場呢蓋這裡 嗯 好這樣子 那我還想蓋一個這個 可以做藥機器欸 這有需要插電嗎 要喔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放這邊 然後我們醫療場呢放隔壁 這個我想放這邊欸 放這樣 然後醫療場呢放這裡 然後中間那放個雕像 讓他們開心一點 這樣 還需要放個花盆呢 我們有 我們有種子嗎 好還是先不要亂用好了 我們結束我們的種子 我們放個雕像在種子欸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病床上面呢 再放一幅畫喔 讓他收養的時候呢 可以看美麗的畫作 這樣 好 先這樣吧 然後我們電線呢 刷接過來 我們電線這邊 我們刷接過來 從這裡插電 先把這蓋好嗎 這邊我們又先喔 要把我們的Yuki生病了 所以我們要幫他做藥 然後讓他休息 哇 第一次有人生病欸 所以這個環境真的會讓人生病 如果待得太久的話 我們的織布工廠蓋好了欸 這也太可愛了吧 這是什麼人偶嗎 模特兒 超可愛的 好 這個之後我們再釋放 我們先來處理我們的醫道中心喔 有沒有人生病了 所以感覺這個傷害我先處理 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 請幫忙一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之後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